这个案件发生在1991年 地点呢 是河南省山区的一个村庄 周日的中午啊 民办小学 曹慧娟 受到孩子呢 去县城里去看病 他的四岁的儿子呀 半个月前得了重感冒 在镇上的一个小针所里呀 打了针 退了烧 可是到今天仍然是咳嗽不止 曹慧娟心疼儿子 决定呢 这在周末放假呢 带着儿子去县城的院里去看病 当天呢 曹慧娟的丈夫 要去亲戚家办事 就不能陪着老婆一起去了 这个村子呀 距离县城呢 并不算太远 也就是六七公里的距离 骑车 大概一个小时时间 虽然是山区 但是这里呀 人口密集 在周日啊 有很多人呢 去县城赶集 土路上啊 来来往往的 都是人 曹慧娟决定呢 中午十二点出发 先去给儿子看病 然后呢 顺便去赶紧急 给女儿买件衣服 给儿子呢 买双鞋子 最迟呢 三四点呢 就应该到家了 在人来人往的路上走 又是青天白日 家人 做梦 也没有想到 会出任何事情啊 丈夫就将自己的 二八四行车 交给了曹慧娟 又给了他五十块钱 在一九九一年呢 你要说五十块钱 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北京城市职工 平均的工资啊 也才二百多元 那为什么要给他 这么多钱呢 丈夫 是怕儿子呀 得的是肺炎 或者是什么 其他的疾病 还要去治疗 所以呢 身上呢 应该多带一些钱 比较好 中午十二点 曹慧娟呢 骑着车 带着四岁的儿子 离开了家 丈夫办完事 到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六点多了 天快黑了 可是奇怪的是啊 曹慧娟并不在家 自行车也不在 曹家呀 有一儿一女 女儿六岁 儿子四岁 此刻女儿在家里 饿得是 嗷嗷叫我 等着母亲 回来做饭吃 丈夫 本能的感觉 不对劲啊 因为这是从来 没有过的事情啊 于是丈夫 害上自己的大脚跟 两人开始顺着 唯一的那条路 去找人 他们从这个村子 一直找到了县城 根本就没有看到 曹慧娟 县医院 看门的老头说呀 医院下午三点钟 就已经关门了 县城的集市 下午四点也收摊了 曹慧娟呢 在这里呢 没有亲戚或者熟人 早就应该到家了呀 心急火燎的两个男人 又从县城往回找 沿途遇到人就去问 这个期间呢 他们遇到了本村的一对老夫妻 在走路 就询问这个老夫妻看到 草里卷没有 老夫妻说没看到 但是却看到距离路边 大约有二三十米的一个 激景房外呀 倒是一辆二八自行车 当时老百姓啊 都把自行车当宝贝呀 用完以后 那都是擦了又擦 哪有胡乱这样扔在外面的 那万一被人偷走了 老夫妻很狐疑 但是也不干怪些事啊 只是自己议论了几句 丈夫和大舅子呀 急忙就赶到了激景房外 那辆自行车呢 还是胡乱的扔在地上 赫然就是曹会娟的车 丈夫顿时被吓得六神无主啊 一时之间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才好啊 好在大舅子呀 还是比较沉稳的 李吉打起手电筒 就在附近的寻找起来了 这时候发现了 水井房门被人给踢开了 里面一片狼藉 并没有找到人 四面都是麦田 两个人找了很久 只是看到一些奇怪的痕迹 也没有找到人 但还是大舅哥啊 有一定的经验 他用手电筒 就朝着这个机警里边照去 顺着手电筒的光线 两个人一膝看到 一个漂浮在水上的人影 他们静呆了 立即就跑到县城里去报警了 听说出了人命案 县城的民警呢 也不敢怠慢 连夜取车赶来 天已经黑了 附近的村民都回家了 现场保护的还是比较完好的 因为涉嫌凶杀案 必须尽快的要找到尸体 一便于破案 民警不等到天亮就开始打捞了 没过多久呢 一具小男孩的尸体被打捞上来了 根据辨认 很快就认出来了 这是曹慧轩四岁的儿子呀 法医当场进行了简单的尸检 发现孩子颅骨破碎 显然是遭到了顿气的打击 后来实际发现呢 孩子的肺里呢没有水 这是因为 他是被凶残的歹徒 砸死以后 才扔到几井里的 不是被淹死的 那一下发现了孩子的尸体 曹慧轩在哪里呢 民警在附近反复的搜索 并没有发现曹慧轩 警察是必要经验的 认为曹慧轩呢 很有可能也被抛尸在激井之中 于是警方反复打捞 折腾了几个小时之久 果然打捞上了曹慧轩的尸体 曹慧轩全身一丝不挂 头部被中击 几乎都已经被砸成平的了 他的脸部肿胀 身上有多处的瘀青和伤痕 显然是生前 遭到过了暴力的殴打 他也不是进水 根据多根肋骨折断来看 曹慧轩遭到的殴打 是相当的严重的 这完全是把人朝死里打呀 即便曹慧轩是个三十岁健康妇女 也经受不住这种虐打呀 万幸的是 警方发现尸体比较及时 井水并没有毁掉所有的证据 经过检测 警方发现 曹慧轩生前被人强奸过 警方提取了了少量歹徒的 敬业的样本 这一番打捞结束之后 天也亮了 民警们封锁了现场 在此搜索 发现了很多痕迹 根据现场痕迹 曹慧轩大概呀 是下午点左右 在机警方附近的土路上 遭遇袭击的 歹徒将他和孩子 连人带车打倒在了地上 当时土路上还是有行人路过的 歹徒唯恐被别人发现 可能拖着曹慧轩和孩子 进入了麦田 由此啊 麦田上出现了一条明显的痕迹 歹徒本来是想在麦田里 强奸曹慧轩的 可是有灵星的行人骑车路过 有人呢 还看到倒在路上的自行车 听到曹慧轩挣扎呼救的声音 但是啊 中国人呢 往往是势不关机 高高挂起 前后连续三个路人 都装作没事一样 匆匆的骑了过去 歹徒可能是以孩子生命 来威胁曹慧轩 让他放弃呼救 还要跟着他走 曹慧轩唯恐孩子出事啊 不敢再喊叫了 跟着歹徒进入了水警房之中 没有在路上留下拖拉的痕迹 歹徒拿出绳索 将孩子捆绑之后 也要捆绑曹慧轩 曹慧轩不是傻瓜呀 顿时感觉到危险 开始拼命抵抗 歹徒开始对曹慧轩施暴 试图强奸他 曹慧轩拼死搏斗 歹徒恼羞成怒 下了毒手 歹徒是拳打脚踢 对曹慧轩进行了残酷的殴打 导致他身受重伤 失去了抵抗能力 歹徒将曹慧轩捆绑起来 实施了枪奸 之后却没有迅速逃离现场 他找到了一块石头 首先将曹慧轩活活砸死 又砸死了年仅四岁的孩子 将两具尸体丢入了水井之中 之后 歹徒将倒在路边的自行车 搬到了水井房附近 因为这样不太严人注目 这个歹徒似乎有一些作案经验 并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民警在现场并没有找到 曹慧轩的衣物以及随身的物品 一百块钱不见了踪影 作案凶器不知去向 应该是被歹徒给带走了 不知道被歹徒丢在什么地方了 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一些足印 但是没有清晰的指纹 根据足印分析 歹徒身高 一米七左右 身材中等 确定是恶性奸杀案之后 民警开始讨讨论案件的性质 这起案件会不会是报复杀人呢 有一些民警认为这起案件就应该是报复杀人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如果这起案件是单纯的抢劫强奸案 歹徒似乎没有必要杀害曹慧娟 更没有必要杀害四岁的孩子 谁都知道啊 抢劫强奸最多判了十几年 杀人则是要掉脑袋的 更别说是杀害了两个人 退一步说 就算是要杀人 歹徒杀死奋力抵抗的曹慧娟也就罢了 为什么要杀死四岁的小孩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啊 歹徒和这对母子相识 所以才要杀人灭口 既然是强奸杀人案 歹徒找熟悉的女人下手 那是比较愚蠢的呀 一旦对方报警 就根本逃不掉了 所以啊 民警就认为 这是一起报复杀人案 歹徒残酷的殴打曹慧娟之后 又将其强奸杀害 再杀死了孩子 这种判断呢 有一定道理 民警呢就开始全面的排查 曹慧娟夫妻的社会关系 看看他有什么报仇人 然而排查结果呢 却否定了这种推测 曹慧娟夫妻两个人呢 都是很普通的村民 脾气温和 在村子里的口碑很好 尤其是曹慧娟 平时在乡村小学教书 对孩子们是认真负责 是有口皆碑的好老师 他的性格温柔安静 很少发脾气 对孩子们也很有耐心 你说这么一个女人 社会关系非常简单 不是亲戚 就是学生家长 乡村小学的学生家长啊 也是附近村子的村民 不是什么陌生人 查来查去 看来看去 没有发现曹慧娟 有任何仇人呢 至于曹慧娟的丈夫 性格内向 甚至有些懦弱 他几乎没什么朋友 熟人呢 只有一些亲戚 更别说有仇人了 警方通过对曹慧娟 社会关系 反复排查 警方认为 他们并没有仇人 更没有可能杀死 母子两个人的大仇人 更重要的是 在走访期间 民警们 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在曹慧娟 经过水井房间 大概十分钟 邻村的一个 16岁的女孩 给骑车路过 他告诉民警说呀 他看到路边 坐着一个男人 头发很短 就像和尚一样 那个男人 坐在不远处的树下 眼睛直勾勾的 看着对孩 很凶狠的样子 当时女孩啊 觉得特别心慌 心里非常害怕 于是女孩 就拼命的骑车 把车子骑得是飞快呀 当车子 快到那个男人的 那边的时候 女孩就看到 那个男人站起来了 他就更心慌了呀 但是很快 那个男人又坐下去了 这时候后面 有个中年人呢 也骑车过来了 这条路上的人呢 还是比较多的 当时小女孩 飞快的就骑车回家了 第二天就听说 有个女人带着孩子出事了 听说出事的地点 靠近机警房 就是那个女孩 看到那个短发男人的地方 民警啊 又走访了其他人 看到这个短发男人的村民 还真不少呢 至少得有五六个人 村民反应 这个男的呀 最迟呢 是在四点四十分的时候 就坐在那棵树下了 二十分钟的时间内呀 被五六个人看到了 估算曹慧娟啊 是五点钟左右路过的 当时恰好啊 前后的路上都没有人 有一个中年女村民 五点十五分 经过的时候啊 只看到路边 有一辆翻倒的自行车 不远处似乎 有女人的呼救声 和儿童的哭喊声 她很害怕 没敢管 迅速的就骑车逃离了 随后的十五分钟时间里 又有两个男人呢 骑车经过 都看到了这辆翻倒的车子 也听到了隐约的呼救声 但是呢 也都没有关这个所谓的闲事 五点三十分钟以后 再有人经过的时候 就没有看到这辆车了 这辆车被搬到了机警房的附近 路上骑车的人是看不见的 那对老年夫妻 因为是徒步走路 所以才会看得到 这个短发男人 坐在树下的阴影里 所有路人呢 都没有仔细看清楚他的长相 只是觉得这个男人呢 相貌平平 表情凶恶 大概啊 三十岁左右的年龄 根据几个路人的描述 警方画出了模拟画像 可惜呢 几张画像的差距太大了 几乎不像是一个人 看来模拟画像没什么用了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大部分民警认定啊 这是一起恶性拦路 抢劫 强奸杀人案 这个歹徒 应该和曹慧娟并不认识 只是在路上随机选择作案对象 那至于为什么 要强奸之后还要杀人呢 连四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呢 唯一的解释 这个男人 本来就是一个穷雄极恶之人 禽兽不如 杀人对他来说 只是寻常事 顺手就可以杀掉了 那么这个家伙究竟是什么人呢 是外地的流窜犯 还是本地的犯罪分子呢 警方觉得 还要慢慢的分析 经过警方反复调查走访 以及各种证据的汇总 警方判断了 这个男人呢 似乎应该是个本地人 此人非常大胆 不像是外地流窜犯 这条土路并不偏僻呀 是曹慧娟所在的几个村子 去县城的时候啊 必经之路 周日的时候 这条路上的人流量 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说是人来人往 曹慧娟预期前后 就有多个路人经过 正常来说 带头大拜天 选择在这里作案 那是很荒谬的事情 比想要合乎这个逻辑的解释 就是啊 带头长期的 在这附近生活或者工作 对周围环境非常熟悉 敢于在这里 躺而皇之地转 路上人较多 但是接近五点以后啊 村民呢 基本上都从县城 返回村子了 村里人一般呢 不会在夜里 还去县城 因此 曹慧娟预期的时间点啊 路人是越来越少的 一般到六点 就基本上没人了 带头才敢于袭击 同时这个地方啊 靠近土路逃跑起来 却非常方便 周边是大片的麦田 不远处 就是树木 密布的山地 一旦带头作案失守 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借助麦田 钻入到山地逃走 在这种判断下 民警开始在周边的几个村庄 展开调查 找出有劣迹前科的村民 让几个路人进行辨认 并没有仔细看清楚 歹徒的长相 但是几个路人呢 还是大体上 能够分辨得出 他们基本排除了 这些村民的嫌疑 毕竟在相貌上啊 有着很大的区别 同时 对这些人的调查也表明 这些人基本上 都没有什么作案时间 这些人当时都是在家 或者是在村子里 有很多目击证人 那会不睡 是没有前科劣迹的 这些普通村民所为呢 周边这几个村子呀 说大不大 说小也着实不小 有数千村民 一一排除 那是不太可能的 即便如此 民警呢 仍然选择了身高 外貌 和年龄的这些男性村民 无论他们是否有猎记 都由路人 目击者 进行辨认 因为人数太多了 路人表示 无法准确排除 本来他们就没有看清楚 嫌疑人的相貌 只能排除相貌 差距很大的 由此 警方的 侦破工作 完全归零了 这个时候啊 有民警 突然想到了一个重要细节 那个18岁的女孩说 这个歹徒的头发很短 比板村还要短 几乎就像一个僧人一样 同时歹徒穿着一条军裤 这事样的很古怪 女孩说 从来呀 没有看到过这种裤子 其他几个目击者的说法呀 也和这个女孩说的比较相似 哎 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了 一来呀 当地的男人呢 没有留长发的习惯 但是也不可能 留光头 除非是天生的秃子 或者呢 是后天脱发 当地的传统说呀 男人没头发会走没运的 即便是秃头 平时出门呢 也都要戴着帽子 显然 这个男人的发型 很是古怪 二来呀 当地村民呢 很多都穿军裤 这个军裤啊 都比较贴身 为什么呀 因为大家都要干活呢 相反的 根据路人的描述 这个男人的军裤 相当的肥大 明显是大了几号 正常人 可不会真买衣服啊 这两个古怪之处 让民警们 一度非常困惑 突然间 他们想起了一件事 思维豁然开朗了 在曹辉娟遇害的土路附近呢 有一所监狱 准确的说 是一个劳改农场 那个地方啊 关押着数百名的犯人 都是在本省犯罪之后 被判刑的 那众所周知啊 劳改犯进去 就得剃光头 还会定期剃光 不允许 又叫长头发 另外呢 劳改农场可不是上店呢 犯人也会得到发给的衣裤 但是却不能随便挑选大小 能穿就行啊 有一些劳改犯的衣裤都偏大 看起来很滑稽 普通村民可不会这么穿的 众所周知啊 劳改农场里可没有女人呢 男性的这些犯人 都是长期禁欲的状态 非常饥渴 如果有犯人越狱 或者呢 在监狱外工作的时候 突然遇到一个女人 将其奸杀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呀 民警们立即赶到这一所劳改农场 展开调查 劳改农场也相当配合呀 但是表示案子不可能 是他们的犯人所为 为什么呢 这个劳改农场啊 不是那种做农活的农场 主要是做一些手工活 都是在这个农场里完成的 平时犯人们根本不允许离开农场 擅自离开 会被识问越狱 劳改农场呢 有围墙 还有铁丝网 墙外设有警戒线 犯人只要无辜走出警戒线 就会遭到开守军人 凝枪制止 进而枪击呀 而这几个月呢 劳改农场呢 也没有犯人逃脱的情况啊 民警部死心 就追问当天呢 是否有犯人曾经在监狱外劳动 或者外出呢 哎 这句话呀 提醒了将农方面了 真的有啊 劳改农场 外墙出现了损坏 这周时间里啊 安排了34名表现较好 刑期呢 也快要结束的年轻犯人 维修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 不过劳外农场也表示 不太可能是这些人作案呢 因为修理卖枪期间 这些犯人呢 有专门的预警 进行监视 根本不能离开呀 这期间 还有两名犯人呢 在预警的监视下 负责给这些犯人送饭和送水 全城也没有离开过 可是民警呢 没有随便相信 劳改农场的说法 如果出了事 谁也不会主动承认是自己的问题呀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劳改农场最近呢 确实呢 没有人逃狱 不是什么逃犯 奸杀了曹慧娟 而平时 劳改农场内的犯人 确实不太能可能啊 跑到外面去奸杀妇女呀 然后再若无其事的回去 因为他们从事的都是集体手工劳动 同一般的犯人互相监督 又在高墙之内 想要到监狱外去犯罪 几乎不可能 由此啊 民警就盯上了曾经在监狱外工作的36个人 查看劳改农场的档案 这36个人当中啊 有很多是罪行累累的家伙 包括什么强奸犯呢 杀人未遂犯呢 这些人可都不什么好东西 去奸杀妇女 甚至去杀害孩子 那都是寻常事啊 民警们首先让路人对这36个人进行了辩认 只排除了其中一半的嫌疑人 也就是相貌相差非常大的 剩下还有18人 路人就表示无法排除了 因为当时看的并不是很清楚啊 警方又通过身高的不同 排除了其中的10个人 剩下8个人了 那么这8个人当中会不会有凶手呢 这就缺乏足够的证据了 好在很快有犯人检举 这8人中啊 有一个叫做王丽华的 哎 有一定协议 根据他们介绍 在曹慧一圈遇害的那一天呢 这王丽华说呀 吃坏了东西 拉肚子了 一天有很多次去拉屎了 乡下可没有厕所啊 拉屎都在野地上 王丽华一天拉的次数太多了 导致这个附近呢 有大堆的粪便 臭味难闻 玉行 很是不高兴啊 就让王丽华呀 挖土将这个粪便给掩埋了 结果大概呀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王丽华又说闹多子了 玉行就让他去远一点的草丛里去拉 不要影响其他人 王丽华的表现是良好的 况且呢 还有几个月就行万释放了 玉行认为他不可能逃走啊 就没去管他 甚至啊 一度忘了他 其他犯人反应 王丽华一直到五点三十前后才回来 玉行问他 你怎么拉了这么久啊 王丽华支支吾说了一通 玉行认为他是偷懒 骂了几句就让他归队了 然啊 熟悉王丽华的犯人发现 他神色很是慌张 同平时并不一样 而王丽华有性犯罪的前科 他在多次威胁邻居家幼女 被村民扭送到派出所 怕了两年徒刑 那么王丽华 会不会是在这个期间 奸杀了曹慧娟呢 警方立即就提审王丽华 但是这小子呀 和攻击法打过很多交道 有反侦查的经验 无论警方怎么盘查 他一口咬定 就是在大便 其他什么也没做 无奈之下呢 警方又盘问 同王丽华关系不错的几个犯人 顿时有了重大突破了 有一个犯人犹豫再三 说表示愿意立功 在曹慧娟出事的当天晚上 说这个王丽华曾经得意洋洋的偷偷告诉他 当天他借着在监狱外工作的机会爽了一把 犯人说追问呢 你耍什么了 王丽华却不说了 监狱里啊 爽了一把的黑话 一般就意味着 是在性的方面 很多日址啊 犯人打飞机 那你说王丽华 如果只是打飞机 何必单独的对人炫耀呢 显然 王丽华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很可能是他奸杀了曹慧娟 但是啊 无论警方怎么样的通宵审讯 单独关入金逼市 这个王丽华就是不承认自己呢 犯了枪奸杀人罪 那老刘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了 警方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了呀 那曹慧娟尸检不是发现了歹徒的经验吗 随便做一个DNA检测 不就知道凶手是谁了吗 可是遗憾的是啊 当年呢 是九一年 全国尚且没有DNA检测技术呢 这只是一个小县城啊 根本就没有这项技术啊 但是县城的民警啊 司马当作活马医 就把这个经验呀 送到省会里去进行检测了 但是呢 只检测出 这个歹徒的血型呢 是O型 然而王丽华的血型是A型啊 也就是说 他并不是奸杀曹慧娟的真凶啊 由此 民警就把这王丽华呀 从禁闭室里释放出来了 告诉他了检测结果 哎 得知民警没有故意栽赃他 是杀人犯之后 王丽华输了一口气呀 也许是作为回报啊 他讲述了当天做的一个下流事 根据王丽华的交代 当天他很快就大便结束了 为了偷懒啊 他就在父亲溜达 王丽华在监狱外 晃悠了大概有十多分钟 他无意之中看到两个十三四岁的少女呀 在摘花 这个猥琐的家伙死性不改呀 哄骗少女靠近之后突然脱下裤子 当着两个少女的面打飞机 少女们受惊之后 立即逃走了 王丽华还追着两个少女跑了一阵 这才提上裤子回去 事后 他无耻的向其他犯人吹嘘爽了一把 那么你说王丽华说的是不是真的呢 民警走访了老矮农场附近的一些村子 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对姐妹 这对姐妹至今呢还是颇为惶恐的 证实当天有个老改犯 突然在他面前脱下裤子 两个人被当场吓跑了 由于害怕和害羞 事后啊也没有告诉家里的大人 经过姐妹的辨认 这个老改犯就是王丽华 由此王丽华因为坐牢期间耍流氓 又被夹行了半年 至此啊 这个案件彻底就走出了死胡同了 虽然有几个犯人血型是欧 民警呢也无法证明他们当天有作案实现 这个案件就无法继续了 由此曹慧轩和儿子被害案件也就成为了一个无头案 根本呢无法侦破 于是这个案件呢就被积压起来了 成为悬而未破的案件 一晃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 警方的刑事鉴定技术又很大提高了 省会啊已经可以做DNA的比对了 本着对受害母子负责的态度 警方先是将王丽华DNA的样本啊送去对比 结果自然不符合 最后 民警花了很大的精力 将其余三十五个有可能作案的犯人一一进行了DNA的比对 遗憾的是 所有的结果啊无一符合 可见 警方之前判断是监狱外 老洞的犯人作案这个推测是错误的 晚安无奈之下 民警就将周围村子有猎记和前科的男性村民 全部都提取样本进行比对 结果让警方无奈呀 没有一个符合的呀 至此呢 民警可以说用完了所有的办法 这案件就成为了未破案封存在警方 当案棍之中了 岁月如梭呀 一会儿啊 二十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曹慧轩六岁的女儿 这时候也二十七岁了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了 二零一二年 公安部啊 具备了全国犯罪资料库的DNA信息联网比对能力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对这个案件一直耿耿于怀的民警们 抱着 世世子汉的态度 将留下的歹徒DNA的资料 进行了全国比对 结果呢 使得他们欣喜万分 比对 竟然有了结果啊 DNA 对比锁定了 临线的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的DNA和百徒非常接近 可是民警们呢 却并没有高兴太久 因为这个男人竟然已经七十多岁的高龄了 二十一年前有五十多岁了 不光是群众看到的是那个只有三十岁的歹徒啊 那么警方说了 是不是当年是群众搞错了呀 真正的奸杀犯 压根就不是年轻的光头呢 民警们呢 就调查了这个七十多岁的石老头 发现他确实不是省油的灯啊 这个石老头啊 一辈子的性格啊 都很暴躁 经常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 之所以留下DNA 是因为几年前 因为修建房屋的一个小囚分 他用刀啊 将邻居老头披的 是头破血流啊 被鉴定为轻伤 被排行两年 不过呢 这个石老头啊 有严重的心脏病 刚刚服刑几个月 就并发垂危 于是服刑还不到一年 石老头就保外就医了 回家里躺着了 在服刑期间 石老头留下DNA的信息了 那么这个石老头 会不会是二十多年前 那个奸杀恶魔呢 答案是否定的 这个石老头啊 是乡下的一个老农 一辈子去的最远的地方啊 就是县城 从来没有离开过本县 二十多年前 他天天在家务农 从来就没有去过林县 况且呢 石老头的身体很不好 中年开始 就患有多种疾病 包括严重的心脏病 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他也是百病缠身的 由于心脏病比较严重 这个石老头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就失去了性能力 根本不可能去强奸别人 试想啊 这样一个人 想在短时间内 控制三十岁的曹慧一圈 并且实施侵害 根本不可能啊 那你说这个石老头 确实不是歹徒 那为什么他的DNA 会和歹徒的DNA 这样的接近呢 就DNA来说呀 只有父子 兄弟 才会有如此接近的比对 石老头啊 只有两个哥哥 年龄比他大得多 当年呢 都是六十多岁的老汉 也不可能做汉 石老头目前呢 只有三个女儿 并没有儿子 那就见鬼了呀 DNA 比对结果 是不会骗人的呀 就在警方万分惊讶的时候 石老头所在的村子的村长 偷偷告诉他们一件事 这个村长认为呀 这个丧尽天良的案子 很可能 是石老头已经死掉的儿子干的 村长说了 这个案子呀 肯定是史加州干的 他是石老头的儿子 民警说不对呀 石老头不是说 他没有儿子吗 村长说了 那是他不认这儿子了 不代表不是他的种子 民兵说了 那这个史加州 是什么人呢 什么时候死的呀 你怎么确定 这个事就是他干的呀 村长说了 这个人呢 哎 真是一言难尽呢 修与其耻啊 我们这个村子呀 都姓史 大家呀 都有一些占亲戴故的 史加州这小子呀 可以说是我们村的祸害呀 丢了我们史加的人呢 这小子从小就特别恶劣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他在十多年前就死了 还是死在监狱里的 当时石老头啊 有病 不能出门 托我借了辆卡车 把尸体拉回来了 埋在村口的乱葬岗了 民警说 那他为什么坐牢啊 村长说 为什么坐牢 做了伤天害一个事情呗 这小子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也是他堂叔 本来和他关系还不错 大概十岁的时候啊 有一次呢 我在家里的院子里偷果子 被我发现骂了一顿 第二天呢 我家院子里都是屎啊 晒的衣服和背上也都是屎 就是这小子干的 你说才十岁就这么坏 八十年代呀 十八岁的时候 他跑到邻村的村口 把一个十六岁的闺女拖到田地里边枪奸了 他枪奸的时候啊 被几个村民给看到了 将他抓住 痛打了一顿 扭送到派出所去了 他最后啊 被派刑七年 应该呢 是八十年代末释放的 十老头是个要面子的人呢 本来身体还可以 心脏有些小毛病而已 因为儿子这件事啊 他硬是气出了严重的心脏病啊 他就说呀 这儿子不是他生的 从此就不认了 民警说呢 后来他们父子还接触过没有啊 村长说了 接触倒是还有几次啊 大概是1989年 史加州过年的时候啊 回了一次村子 但是十老头不让他进门呢 那十老太呀 不忍心 就把他儿子带到邻居家呀 吃了一顿饭 史加州就走了 后来呀 史加州陆续回过来几次 但十老头都不见他 其他村民也躲着他 1994年以后就没见到人了 他又被抓起来了 听说呀 他是在外面持刀强奸好几个妇女 又被抓住判刑了十年 2004年刑满释放以后才几天 他又去拦路抢劫 也不知道被判了多少年 我去监狱的时候啊 听管教干部说 史加州这小子 这么多年就没做过什么好事 不是在偷就是在抢 还强奸妇女 他不是运气好 躲过来掩打呀 早就被抢毙了呀 民警说了 你说他2006年就死了 岁数也不大呀 才四十个岁呀 村长说了 岁数是不大 得病死的 这小子呀 头抢到钱 立即就去喝酒飘唱 听说 有钱的时候啊 天天喝一瓶酒啊 找一个女人 那人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呀 这么高 怎么可能好呢 2004年入狱的时候啊 他就查出了 有严重的感应化 但是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 到了2006年 史加州病情加重 当时考虑给他保外就医 但是 史老头不愿意接收 监狱也没办法 只能送到监狱的医院里去了 监狱医院的治疗水平差呀 再说 史加州这个病也治不了 几个月后啊 就病死了 你说呀 他死的挺惨的呀 最后几个月呀 疼得要命啊 就医生啊 给他注射杜冷丁 监狱的医院可不是搞慈善的呀 不可能你要注射 就给您注射呀 所以只是偶尔注射一次 史加州啊 疼的是 死去活来 最后疼死了 最后一个月呀 不管白天黑呀 都喊疼啊 大声尖叫啊 搞得其他病人呢 也没有办法休息 他死了以后啊 我去收尸 看到他手上皮肉啊 都已经烂掉了 密密麻麻的 全是牙印啊 医生说呀 这是他疼的 受不了自己用嘴咬的 哎 那你说 这个史加州究竟是不是真凶呢 显然这个时候 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呀 开棺验尸啊 史加州死后 村长带人呢 把尸体运回去了 但是呢 并没有火化 而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啊 用一口 薄板的棺材呀 埋在乱葬岗了 具备厌尸的条件 施老团虽然不认他这个儿子了 但也不愿意有人 挖动这个尸体啊 坚决不同意 当地村民 有反感 认为 这个挖坟呢 会惊动鬼魂 迁怒于村子 很不吉利的 警方第一次来验尸的时候 村民们呢 挡在乱葬岗 不允许挖掘 民警们 没有办法 就先撤了回去 随后有村长出面 给村民以及石老头 做了很多工作 大家呀 这才同意了 开关之后 提取了史加州的DNA的样本 进行鉴定 结果啊 是高度吻合的 可见呢 史加州 就是1991年 奸杀曹慧娟 又杀死四岁儿童的恶魔 警方这才发现呢 这个史加州第一次服刑的地点 就是在曹慧娟 遇害附近的那个老改农场 不过他在1989年就被释放了 释放了以后 史加州回家以后 发现他老爸不认他了 不过他住在家里了 就只能又回到了老改农场的附近 这小子呢 也没有什么生活阅历啊 18岁呢 就因为强奸被抓捕入狱 比较熟悉的就是家里和老改农场 看起来随后至少两三年的时间呢 史加州就在老改农场所在的县里边鬼混 以盗窃和抢劫为生 这期间呢 应该还有强奸妇女的事情 不过乡下呀 比较保守啊 妇女被强奸以后 往往呢 都不会报案 警方并不知道这些事 1991年 这天下午点钟 史加州应该啊 是在老改农场的附近转悠 寻找可以抢劫的目标 连续看到了几个人 他想动手 但是都觉得不太合适 直到曹慧娟带着儿子骑车过来 前后都没有什么人 史红兵这才冲上去动手 他应该先是一拳打倒了曹慧娟 进行了抢劫 曹慧娟交出给儿子看病 和给女儿买的东西之后 剩下的几十块钱 这个期间 史加州看到乡村教师 曹慧娟有几分姿色 色心突起 将其往田地里拖 试图抢劫 曹慧娟不断的抵抗呼救 四岁的儿子也是放声大哭 史加州啊 怕被路人发现 对曹慧娟是拳打脚踢 又把小孩 往这个田地里拖 这段拳脚 虽然把曹慧娟给大伤了 但是曹慧娟仍然拼命的反抗 誓死不从 这期间呢 有几个路人看到路上翻到了自行车 也听到了呼救声 但是他们呢 却因为怕惹祸上身 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 由于曹慧娟不屈服 动静还太大 史加州恼怒之下 挟持了男童威胁要将他杀死 牵到儿子有生命危险 曹慧娟才不敢呼救 跟着挟持儿子的史加州 走到了机警房内 这时候 史加州迅速将孩子给捆绑起来 又试图去绑曹慧娟 曹慧娟见状了 很可能知道自己性命不保啊 又开始反抗呼救 这个机警房啊 距离土路比较远 史加州不在 怕别人发现了 对曹慧娟进行了残酷的殴打 将其打成重伤 有七个肋骨骨折 差点当场被打死 在曹慧娟失去抵抗能力之后 史加州将其捆绑以后 实施了枪奸 那为什么史加州要把曹慧娟和男孩杀死呢 警方还不能肯定 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啊 史加州在之前应该就已经有命案在身了 并不怕杀人 而且曹慧娟在抵抗的时候 可能将史加州也给打伤或者抓伤 这引起了他的愤怒 所以就放手杀人了 史加州找了一块石头 先将曹慧娟给砸死 又残忍的把孩子给砸死 双双的抛尸到了机警里 在抛尸之前 颇有作案经验的史加州脱光了两个人的衣服 这样 如果尸体在多年之后被发现 就不容易确定身份 最后他将路边的自行车搬走 扔到机警房附近 至于为什么不拿走 还算值钱的自行车 他要进入山地树林逃跑 无法携带自行车 那史红兵将那一块作为凶器的石头 也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看来 杀死曹慧娟母子 只是史加州做的系列案件之中的一个了 做了这个案件之后啊 他就离开了本县 流窜到其他的县城去避避风生去了 在1994年呢 他因为啊 抢劫 抢奸多名妇女案发 被捕之后啊 被判禁了十年 史加州为了保命 肯定不会交代自己 还曾经杀过女人 没说过曹慧娟娟的案件 2004年被释放之后 他又迟到多次抢劫 导致一人重伤被判刑 15年 如以后一年 警方就发现呢 这个史加州啊 有严重的肝儿病 家里的不愿意啊 接受他保外就医 所以呢 史加州在监狱的医院里 基本上没有什么治疗 最后啊 续疼半年之后 就死去了 现在看来呀 史加州应该还做了一些其他的案件 甚至包括杀人案 但是他已经死了 这些案件呢 现在就已经不被认知了 警方 在1999年 侦破这起案子的时候 虽然大体方向正确 但是却先入为主的认为光头和穿着监狱军裤的人就是老改犯 没想到史加州只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 习惯于剃光头 还穿着当年的裤子 就是这样了 另外呢 警方啊 也认为是熟悉弟兄的人作案 怀疑是周边的村子村民所为 而史加州呢 只是在这里复兴多年 对四周的环境比较熟悉罢了 并不是常驻居民 退步说呀 就算当时警方知道这是流窜犯作案 在当年记住的条件下 也是很难锁定的 更别说去抓住史加州了 说起来这个史加州是做多端 却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换兵暴毙 此前还极为痛苦 这个呀 也算是报应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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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